無論是conference lens 或concave lens 突透鏡或凹透鏡 只要放一個物件在它前面 也有機會形成到一個影像 考試的時候最多時被人問的就是 影像到底有什麼特性 記住 教科室雖然有一個table 老師經常叫你去背書 事實上是不用的 你只想去色畫圖畫就能形容得到 但前提是 第一 你要知道原來影像的特性離不開 real or virtual 這個是第一項 實像還是虛像呢 第二 就是inverted 還是 erect 到底上下左右有沒有倒轉 有倒轉的inverted 沒有倒轉叫做 erect 最後就是形容大小 就是modified, diminished and same size 到底它屬於哪一種呢 其實你畫完出來 全部東西都會看到的 所以就以現在螢光幕大家見得到的例子 我現在做一做 藍色筆很明顯是個object 它面對著conference lens 其實你不需要你會什麼f 和ef 那些東西 你照舊去到畫你懂的東西就已經足夠 譬如說人人都知道 當你光線是由箭咀尖指出來 射出optic center 光深 是直線走不會轉彎 所以記住 lens 前 lens 後 都一定要補回箭咀給它 第二樣東西就是 平衡於principal axis 它稍後會怎樣呢 就是會轉到focus F 所以畫了下去 大家就會見得到 咦? 在右邊出現了一個雙膠點intercept 是不是? intercept就是你要畫影像的位置 而到底影像怎麼畫呢? 記住 雙膠點是應該畫個箭咀尖 而箭咀尾要踩著principal axis 形成現在黑色筆的這個影像 好了 為什麼我們現在雙膠點要畫個箭咀尖呢? 因為它的光線由哪裏來? 正正就是由箭咀尖來 正所謂層歸層歸層歸層 哪裏來回哪裏 所以你就會有箭咀尖在雙膠點出現 而同一時間 如果我現在用一個藍色的光線照 由箭咀尾指出來 最後它會回哪裏呢? 同樣concept 哪裏來回哪裏 箭咀尾來回箭咀尾 考試亦都很常用這條光線 到底會怎樣走? 留意一下 記住 藍色筆其實是它問你才會畫的 它不問你是不用理會它的 就是這麽簡單 最關鍵的就是 我們怎樣去形容影像的特性呢? 我們不會順著之助由第一項去講起 因為第三項是最簡單的 譬如 大了? 細了? 還是相等尺寸? 很簡單 你數分藍色和黑色 兩個的影像 實物 兩個箭咀大小 很明顯你會見到這次 其實它屬於一個 細了的情況 Diminished 所以你畫完出來 就會看到原來是縮小 不用背的 未完 你見不見到藍色的實物和黑色的影像 它們箭咀尾指的方向相不相同 不相同 相反了 相反了就擺不明是一個 倒置的情況 是不是? 未完 倒置就一定是real 原來real image 一定是inverted real的一定是inverted Virtual一定是inverted 不信你可以看你的教科書 你會見到整個table都是這樣的pattern 至於大小 每一次自己畫完出來 你才會知道 到底它是大了? 小了? 還是same size? 哪個提示大家的就是 什麼時候的影像 會跟物件一樣大小呢? 就是當你現在用的conference lens 還要把實物放在2F 它才會是same size 這個就是你唯一要背的地方 在考試當中 除了被人問到光線會怎樣走 包括紅色、橙色、藍色 三條光線 它們各自走向 還會被人問到影像的特性 都未完 還有多一件事情 就是要證明它原來用conference lens 原來考試的時候 它是不會順著次座去問 不會由最基本入手去問 有機會一來的時候會告訴你 我不知道用了什麼鏡頭 透鏡是什麼?我不知道的 不過你證明給我看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證明 你用的鏡頭是屬於conference lens 有兩種情況的最基本 背實具 第一 如果real image is formed 實像可以形成 它就是conference lens 當然什麼叫real image 就是can be formed on the screen directly 能夠直接在屏幕上形成得到的 那種就叫做real image 也就是說 例如你學校正在用的projector 照些光線在鏡頭上 你是不用爬進去的projector 透過那塊鏡頭再看出來才會見到影像 你坐在一個斑方裡任何一個位置 直接看著那個屏幕 你都會見到影像 這個就叫做real image 還有另一個 要證明它的conference lens 就是image is magnified 即是說影像被放大 原來講的concave lens 粒透鏡 一 它做不到real image 二 它做不到放大的影像 畫得多你自然會發現到這一種特性 當然我勸勸大家 都是背了它 背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公開試 還玩多了一件新的東西 有時它可能會說 那個影像在哪裏形成 我不知道 那個影像是否放大了 我都不知道 不過它給了以後下來的圖案 看著了 principal axis 主軸打橫放 那塊鏡頭可能垂直 形成了現在這個情況 重點就是那條光線 有條光線 藍色不止上來 我發現 當它經過了那塊鏡頭之後 它轉了拍了principal axis 大家見不見到它的特色 就是經過了L這塊鏡頭 本來它suppose是直線走 結果轉了下來 原來它現在是bent toverse 這個principal axis 這個principal axis 這個principal axis 它都是屬於一個converse lens的情況 它都是屬於特透鏡 因為特透鏡不是要你真真正正地放回到focus 而是令到你靠主軸已經足夠 所以這個就是近幾年 DSE 最近新的一種文化 大家就要記一記認它了 所以不單止形成了一個實像 不單止放大了一個影像 如果它只是給你一條光線 而你發現到它是bent toverse的principal axis 它都是個converse lens 給你一條光線 如果我這次說的光線 在下方照著它那塊鏡頭 而它這樣靠上來的 它都是屬於一個converse lens的證明 因為它都是拍了principal axis 就是這麼多了